海關在沙頭角檢獲一批用快艇走私的貨物 市值約2300萬,拘捕兩個男人 檢獲的貨物有化妝品、330盒燕窩 近5000部手提電話、電子遊戲等 海關星期二晚,聯同水警打擊走私 發現有集團利用已經申請沙頭角禁區子的貨車 將貨物運到禁區內的停車場 再以私家車運到避風塘 以特製木梯快速運上快艇時 其中一個男人見到執法部門截查 跳上快艇向內地逃去 兩個47和49歲的車主當場被捕 海關亦扣查三架貨車、六架私家車和一艘快艇 海關說近月疫情令陸路交通受阻 集團利用禁區掩人耳目 又說化妝品在內地要繳交150%的關稅 相信是其中一個就私有因 有限於找到最低的瞬間 在窓上等於海關 如果他早上未必要去填 如果他走上一遍,再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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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遍,再往一遍